嗨,大家好,我是德克先生 他是 比遠 嗨,那就是阿勒 阿勒 阿勒,就是你的名字 阿勒,阿勒 欸,蠻可愛的名字,阿勒 阿勒今天要表演什麼呢? 要做出什麼好喝的飲料給 比遠農壘 比遠農壘 阿勒,比遠農壘 妳叫比,叫比遠農壘 比遠 比遠 比遠農壘 阿雷,阿雷今天要做蛋汐咖啡 很多朋友不知道蛋汐咖啡要做 那今天我們就做給大家看 本來,本來,阿雷就先嚐一杯咖啡 這個瓶子裡面,阿雷就試這杯咖啡 咖啡清點是很特別 很美味,但是有很多人不懂得做 本來,阿雷就讓我們去看 那你一般在市面上,在便利商店,或者是在零售店可以買得到的黑咖啡? 那是咖啡的,我買在店裡,我會放在店裡,我會放在店裡,我會放在店裡 沒店裡的,沒店裡的,沒店裡的,沒店裡的 那是沒店裡的,我會放在店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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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不吸引咖啡,我會放在店裡,我會放在店裡沒有客氣,我會放在店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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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啊,忘記了,忘記他必須要先打,留一點給你試喝,倒出來,可以啊 我要倒到这边吗 倒一个小杯子 好 刚刚的咖啡倒出来 这个我还没有放在一瓶里面 待会来做一个比对 这个我只是放在咖啡里面 放在咖啡里面 我会放在咖啡里面 放在咖啡里面 现在咖啡里面 放在咖啡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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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们拿出我们的N2O氮气 放在咖啡里面 国际知名的一家咖啡厅 它说做氮气咖啡要20小时 真的吗 20小时 有一个咖啡里面 很兑兴 做氮气咖啡里面 要做氮气咖啡里面 但是我们的氮气品 有一个氮气咖啡里面 先做氮气咖啡里面 但是氮气品呢 它需要多少的时间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们氮气品只要1分钟 所以我们只要放1分钟 我们可以做氮气咖啡 人家20小时 我们只要1分钟 他就是这么厉害 来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不認试看 Grandma 把氦气打下去 嗚 哥 嗚 嗚嗚 嗚嗚 ém 把氮气吐 嗚嗚 Queensborough 搞错OK 對,一樣,我們把它平躺 因為待會呢,我可以剪掉一點時間 好,那就不用1分鐘,20秒 20秒,那就不一樣 這時候呢,咖啡出來,都是綿綿的泡沫 它在裡的凹凸,它覺得很濃 你看,我們裝出來的咖啡個這邊 特別綿細 你看好,我們雞氣瓶做出來的咖啡特別明細 而且呢,我們的氮氣咖啡做出來 它這邊跟泡泡 Finanz是慢慢 X7的分離 所以要等很多時間 哇!有味道的可以 它待會 等一下它會釋放出來 很特別的打壓口感 那畢雲可以先喝喝看我們上面比較細密的泡泡感 很綿 細細的 那為什麼使用經濟品的各位朋友 我在這邊要解釋一下 因為經濟品呢 它在我們設計當初是有一個緩氣機構 這個是很高密度的 氣體打下去之後 它是不斷不斷在裡面撞擊 妳要解釋嗎 這個瓶體的瓶體 當我們設計這個瓶體 裡面有一個瓶 一個瓶體很特別 當我們把瓶體打進去 瓶體的瓶體 瓶體的瓶體 在裡面有一個瓶體 這個瓶體的瓶體 它會連續連續連續 照顧那個瓶體 那些瓶體 那些瓶體的瓶體 已經開始慢慢分離了 然後呢 注意看喔 因為它泡泡很綿密 所以它喝起來的口感會很滑順 那我們可以請碧雲先喝一下 我們原味的部分 喝一下這個咖啡 妳直接講它的感覺 例如我喝一下咖啡淀 那時候就喝了 就用咖啡淀 我喝了 沒有那麼多的香味 因為它把它的 那個氣 把它的熱分子再擊碎一次 喝起來有什麼感覺 喝起來有什麼感覺 苦苦的 酸 酸 有派丁 嗯 然後香氣有嗎 也沒有什麼香氣 那咖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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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呢 那咖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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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各位好朋友 你可以試試看 咖啡呢 什麼感覺 不會苦 不會酸 不會酸 有香 有香 香氣 比較滑順 然後它有沒有一點點甜甜的味道 會 這個甜甜的味道是怎麼來的 澤克先生在這邊 去跟各位做個說明 因為呢 將經濟品 將裡面的飲料 集穿去做 分子再細化 那我們的 舌尖呢 是先感覺到甜 舌根是苦 那分子在 變小之後呢 我們舌尖 先感覺到甜 所以呢 它是在欺騙你的味覺 所以 所以 它會增加 你的香氣甜度之外 它是不增加熱量 也不增加糖分的 這不是一般 氣泡水機做的出來的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你这个东西是跟气泡水晶一样的 错,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够带到瓶子的瓶子,所以要跟别人的瓶子 所以,你必须买瓶子的瓶子,然后买瓶子,看一看 你保证,好喝,好喝 那一口气把它干了吧 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二,三